大家好 我是莉莉 冷吃龙虾你吃过没有 财势上11款今天的龙虾 今天教你自己的冷吃龙虾 现在的猪肉11块钱接 龙虾11块钱 你说你是肯吃猪肉吗吃龙虾 葱姜蒜 花椒把椒打了 橄榄小姐 炒冷吃龙虾 不晓得要放哪些香料 你就可以直接来一包做冷吃了 所有的香料啊这些都给你配好啊 一次的龙虾的话 三到五斤你放一袋就可以了 这样现在翻炒均匀 就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吗 而且冷吃龙虾 麻辣鲜香非常的好吃 非常简单的冷吃龙虾就做好啊 这五一假期麻烦就要累啊 不管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周末聚会 还是你这驴有鞋带也很方便 龙虾的做法有很多很多种 但是你有没有吃过冷吃了吗 赶紧抢我一样的做起来 大家好我是灵灵 今天教您做一个五一假期 雏心必备的小零食 我自宫的麻辣冷吃牛肉 先把牛肉煮40分钟 凉蒼把酒打了 分成老抽 再来点白酒 把牛肉煮软 现在把煮好的牛肉 顺筋切成细丝 这样子炒出来牛肉就不得面 像我这样子 做一点麻辣冷吃牛肉干儿 你平时出去旅游啊 春游的时候啊 在进去啊 都可以拿出来吃很方便 不管是拌面啊 吃方便面啊都很合适 煮法也很简单 好安逸的牛肉本儿 把牛肉倒进去 炒香 老酱在那边滑脚 然后牛肉好吃的关键 就是一包这个冷吃调料哈 是专门炒冷吃牛肉来都可以 你是新手妈妈也学的会 拉上半包这个冷吃调料 其他就不用再放了 这不是想到晚上无一样吗 准备带我女儿出去睡 但是还不晓得做哪里挤 但是先把吃的准备可以 只要在路上啊 旅游的时候吃的方便 放点森林抽更香啊 好过水的干辣椒丝 把牛肉和辣椒丝搅拌均匀 吃不到好辣我的女儿 所以我就没有放好多辣椒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哈 再来点几锦为净白的汤调味哈 熟芝麻 最后再撒点滑脚面 就可以出锅了 无疑小长假要处击那么多天 这样子把这牛肉从封好 想吃的时候撕开 够温吃几天哪有点好 麻辣鲜香咩 现在我们就把它抽整空喽 干净哈 想要出去旅游的包 慢慢干净提前租起来 你的老公下酒也是很把食了 特别是爱吃牛肉的朋友们 一定要高业 还有你看 哇麻辣鲜香的牛肉伴 好下酒哦 今天我能认识牛肉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看我炒什么 有吗 优优独特 是吗 我